字幕 李宗盛 喂 又來了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他們 Sync Command Rider 兩盒的比較 就是一開始出的版本 以及人間體的版本 先看看盒子 盒子已經有很大的分別 這一部分已經看到他的樣子 另外這裡的寫法也是不同的 總是這麼奇怪 只有他一盒是這個寫法 其他全部都是這個寫法 旁邊 後邊 馬上事不宜遲 馬上跟大家開來做一個比較 先看看 開了外盒之後 他們的擺位就是這樣 馬上開了膠盒 讓大家盲震跌線 由於時間的關係 右邊的人間體已經變了 左邊的是初版 看一看 前面 旁邊 後面 都非常明顯 你看看手套的配色 人間體是比較深色的 深到幾乎是黑色 好深好深的墨綠色 跟回劇的配色 初版這個偏綠少少少 鮮少少少 還有 頸巾一看就看到 整條是膠 初版的話 人間體是鐵線 加上布的材質 可動 多很多東西要玩 還有釘釘也有分別 左邊這個是初版 右邊是人間體 釘釘 人間體這邊是小一點 收斂一點 看看頭盔後面 釘釘也是一樣的 人間體是收斂一點 其他大致上 都沒有什麼分別 配色也是差不多 這邊好像深一點 人間體的話 腰帶那些都沒有什麼分別 可動 大致上 基本上是一樣的 都不是大致上 全程都一樣的 兩隻比較完之後 就看看他們的配件 OK 首先 來個初版的介紹 配件呢 跟一個大褲子給你 也是裝一些鐵線 方便你穿的 但是穿上身 比較大件少少 有很多師兄 也有在坊間 再買另一件 比較適合 他跟這個 就大件很多 手型方面 三對 一個 擺姿勢用的造型手 變身後的攤手 手 刀手 繼而最後 基本的 拳頭手 就是三對的手型 馬上事不宜遲 又給大家一個人間體 給大家看一些配件 OK 來到人間體這邊 最重要 先跟一個人間體的頭雕 我覺得做得不錯 很棒的 繼而也跟多一個 只有一半的頭盔 讓你抱著 擺姿勢用的 我覺得也是很棒的 手型方面 四對 比剛才初版多一對 也是多了一個 就是這個 開電單車的手型 擺姿勢用的造型手 變身後的手刀手 攤手 最後也是基本配置 拳頭手 人間體的配件大致上就這麼多了 我們馬上又拍一拍照給大家看一看 先 今次拍這個比較的短片 純粹希望可以幫到 各位師兄買到自己的心頭號 不過我自己 就偏向人間體那邊 因為始終衣服可以在外面買 它的配色我覺得 像劇的樣子 所以我自己 就會選人間體那邊 大家都可以跟自己的心頭號去買東西 對 那今集大致上就差不多了 麻煩多位 如果大家喜歡小弟拍的影片 希望可以幫我按個like 訂閱 分享 還有按下的小鈴鐺 麻煩了 另外我還有開了一個Instagram 有空大家可以去交流一下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